柯文哲现在的讲话是越来越大声 所谓越来越大声因为他的民调是胜过了侯友 非但胜过侯友 况且可以跟赖清德并驾驱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723国民党的全代会 朱立伦语出惊人的表示 非律联盟他不谈了 他谈执政联盟 从非律联盟到执政联盟 说他要跟白银好好的谈合作 但是他跟白银好好的谈合作 都在空中交火 那柯文哲呢就酸了朱立伦一句 他说你讲执政联盟没有人相信 为什么呢我讲执政联盟大家都会相信 然后朱立伦的意思是显然是说 因为你白银没有那么多的人才 我们谈执政联盟的时候 我们可以主联合政府 然后由我国民党主导朱立伦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 只是他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马上就被柯文哲反驳 所以两个就在空中交火 两个空中交火完 但是地面的沟通 地面的沟通 却没有下文 这是说说而已 现在国民党不是讲三阶段整合论 第一个阶段党内整合 党内整合7月23号已经完成了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整合郭台铭 那郭台铭根本不理你 那第三个阶段 那各位就可以看非律联盟 现在不谈非律联盟了 现在要谈共同来谈执政联盟 你非律联盟你也未必能够迎戴心得 更何况执政联盟 只不过这个非律联盟因为字眼 不好大家都谈过了 那朱立伦就换了一个叫做执政联盟 那执政联盟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柯文哲刚刚好是在屏洞 那柯文哲他就讲 这个执政联盟是我来谈 不是你来谈 我谈大家通通相信 各位去看一看柯文哲 各位可以去看柯文哲的视频 因为我很关注柯文哲 第一个 第一个眼镜改变了 第二个头发改变了 第三个装扮也改变了 就是说现在的柯文哲 他几乎是以白衬衫等等为主 然后第二个他也换了一副眼镜 这个好像这副眼镜就变成了放大镜 跟显微镜一样的 他要到处列取目标 然后第三个他讲话风格也越来越越辛辣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柯文哲已经完全改变 柯文哲促成柯文哲他改变的原因 当然了我不是讲服装装扮那些 通通不是 我是讲柯文哲现在的讲话 是越来越大声 所谓越来越大声 因为他的民调是胜过了侯友宁 非但胜过侯友宁 况且可以跟赖金德并驾区区 所以柯文哲一直认为他是老二 但他是老二 所以他讲话可以大声 但是朱立伦这是提了一个执政联盟 好这个就是柯文哲讲的联合政府 柯文哲认为我民众党虽然没有地方基层实力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人才 但是那我一个人就可以扛起一个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人才跟未来他所谓的基层 基层的流动或者基层的动员 他除了靠装脚 他不能靠空气票 就是说他不能够在网路上面去号召这些基层的活动 因为各位要知道在台湾 你要基层动员你要花很多的钱 那这个钱是民众党出不来的 就是说民众党没有钱 他现在是亮目为珠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就看得非常清楚 一无人才 二无钱财 又无基层动员 除了声量以外 柯文哲什么都没有 但是柯文哲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 而中立人也为什么不讲非力联盟呢 因为他认为非力联盟 除非是侯友宜的民调超越柯文哲 侯友宜民调要超越柯文哲 只有一个指标 就在98月底以前 他能不能超过柯文哲 如果不能够超过柯文哲的话 那这个非力联盟就不必要 所以他现在讲说 我要跟你谈联合执政的问题 联合执政就是联合政府的概念 那柯文哲当然就在吃国民党的豆腐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现在只会在隔空交火 空中交火 空中交火完 地面沟通完全没有 从这个地方各位也可以看到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说蓝白合作 国民党一定会拖到侯友宜的民调 胜过柯文哲 而柯文哲呢 现在除了要抢空气票 他也希望国民党的票 能够移动到柯文哲身上 那当然这个中间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723定于一尊以后 那要看朱立伦怎么去整合 民众党跟郭台铭 而柯文哲呢 柯文哲只要用一个杀招 会让侯友宜边缘化 就是怎么处置郭台铭 所以723的全带会 我们可以讲是 国民党内部 纷争虽然落幕 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话说回来 另外两个人放在外边 没有整合进来 侯友宜想要胜选的这条路 会走得非常非常的艰辛